本席想请教一下我们审计部林审计长 请林审计长 前次我有执行过你 有关于中油跟台电的经营绩效的问题 我的执行的用意是有两个层次 第一个 照理论来讲 最了解台电跟中油的经营绩效的 除了主计长员应该就是你 而且你不在行政院里面是比较客观 可以评估出中油跟台电的经营绩效 那为什么要谈这些问题呢 因为最近有关于油价要不要调涨 那个店家要不要调涨 那么外界呢 包括本院很多委员啊 都有很多很多的见解 这些见解呢 有的可能只是一时的观察 那么也有些呢 可能是属于长期的批评 但不管如何呢 政府应该在这方面呢 有所回应 而且能够提出完整的 客观的数据来回应 所以我才会提到 我现在是等于是接续上一次的 执询 首先啊 你今天提的这个有关于中油跟台电的报告 主要在用人费用方面 但是并不是一个 完整的经营绩效的指标 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子 第一个人们认为 有人认为说油价不该涨 电价不该涨 是因为要先改善经营绩效 才可以涨 那经营绩效 改善多少 对于油价涨的的关系呢 是什么 这是一个议题 第二个 有人认为就是说 油价涨 电价涨 那中油跟台电的员工 怎么可以继续领这么多的什么 考试奖金 绩效奖金等等 那各种批评都有 反正就觉得对油价涨 电价涨 心里不舒服 那心里不舒服的话 有些人直接的 就把矛头对准台电跟中油 来抨击 而无视于其他的因素 那所以对于这些抨击呢 我认为 政府就要展现出一个客观的数据 不能人云亦云 所以以下呢 我请教你一下 台电的跟中油的用人费用 就以中油来讲 目前是2.40% 占营收 这样的比重是高还低 你自己写的啊 请进不写 电源报告就是 在国营事业他用人的话 他要依照这个 他的议算的议算的一个 而言而的一个规定 来用人 所以他这个在台电跟中油 他这个议用轮廉的话 他要符合他议算的一个 当然这个理所当然就没什么问题 我现在讲说你现在结论上是说 他一百年度是2点多% 2.8嘛 中油用人费用2.8嘛 那台电的用人费用是8.3嘛 请问这两个比例是 偏高或者偏低 偏高偏低当然要有一个另外一个客观标准来衡量他 比如说举个例子 如果中油拿了比台售的实话呢 各位报告就是 第一个省计部本身 那么对他的这个用人费用的一个高低 这个地方我们是 没有一个 这里面本身就没有一个评价 他只能我们来只能看他跟议算来比较 他有没有超过他议算额度来用人 那每个公司的这个 所以你们拿来跟议算比较 但至于说这个 这个基础的高低 在手不问 因为你们包括预算 你们会提出意见不是吗 额预算 预算我们只是提供怎么样来增进财务效能 减少不经济支出 提供给行政院来作为书正方针定定的参考 那个别公司我们不会下属到期 不是啊 你们写这个报告的时候 经常会讲说啊这个 有一些很奇怪的评语吼 比如说 你们会讲说 这个增加公司负担影响事业经营效能 这种资源都出来了 那这种资源要有客观的书记说 影响什么事业的经营效能 总该做说明吗 比如第九月 都出现这种资源啊 有一些 时空因素 就是说 这个在之前公务员待遇 比较差的时候 那会有一些额外的一些这个资集 但是随着这种公务员待遇调整以后 有些办法已经不合时宜 不合时宜的话 我们会提出 请他们来做一些检讨 但到底影响事业经营效能 就是问题就很大了啊 可是看起来金额又很小 所以我现在指说 审计部在评估这个东西 总该有比较客观的标准 不能一味的以议算 以法令为一的基础吧 事实上 审计机关最主要这个审核的标准 一个是议算 一个是法令的一个规定 那有些对这种所谓 不公不义的事情 那我们也是站在这个 帮大百姓把关的一个立场 所以不管金额大小 只管不公不义以否 或者跟预算是否相符 我们会提出意见 让指办机关来做一个参考 所以经营效能本身没有客观的依据 经营效能本身 因为在企业经营这个有效 这个提高经营绩效 这个是他企业经营者的一个天使啦 那这中间有很多因素 那像说这个轮速成本 那么虽然说他符合预算 可是随着这种组成的一个改善啊 或是轮延的精简 因为在经济部本身 就提倡这个国营事业 他要来精简伦理 而且这个精简伦理还有这种 这个奖励的一些办法 所以这个国营事业怎么样来 节省成本开演结果 这个是一个 他们在企业经营的一个 追求的一个目标 神经长 你刚才所谈的论述啊 基本上就是一个标准论述嘛 我现在问的问题就是说 你这论述并不能解答我的疑惑 说用人费力 2点多%的中油公司 中油有没有人在 中油的林总经理 林总经理 请林总经理 神经长回答不出这个问题 就是说2.8%用人费力 到底是高还是低 OK谢谢 对不起 稍等一下 那个中油呢 你总该可以为自己的立场做个说明吧 油公司大概都是在3%以下 对 用人费 那这个是高还是低 目前的情况上是比较起来是差不多 对 差不多是跟谁比 我们跟那个韩国的油公司 跟日本油公司比 差不多 那有人说你们经营绩效比台售差 有没有这回事 台售的用人费比我们低 我们看算了大概2% 对 百分差一个percent 啊 差一个percent 差差不多0.5% 对 差0.5个percent 对 所以只比你们低0.5个percent 对对 那有人说 即使油价这么低 台售还赚钱 有没有这回事 他最主要是 因为他内容场是集中了 就在卖聊 那中油是桃园也有 大林也有 高雄也有 那我们输出要打 输出就比较高 什么东西比较高 对输出成本高 那我们行销费用也高 运输成本高 行销费用高 行销费用也高 台售它是另外外包给 那个福茂 台亚 我们综艺公司 自己要管制加油站 所以我们成本也比较高 那炼制成本也是比较高 台售用的也 所以你们加油站不能独立出去 目前是一体的 当然也可以考量 要把我们Litail 这个分割出去也可以 但是现在是整体 所以这是因为这样子 同样的油价的基准的时候 台售赚钱 你们赔钱 没有台售最重要 它有百分之 大概七十是外销的 它既有百分之五十外销 才有百分之八十二外销 所以外销比较赚钱 内销不赚钱 对 目前的外销价格是比较好 国内价格因为是还涨 所以我们的价格 所以你们外销比例多少 外销比例只有百分之十八 那提高外销比例以弥补国内亏损做得到吗 我们是以稳定供应国内为优先啦 基本上我们也用以台售的价格来比的话 所以台售如果也是一样 跟你们百分之十八在国内 百分之十八外销的话 他们会赚来赔 那基本上国内现在的油 已经供给大于需求了 所以基本上还是要外销的 还是要外销 还是要外销 所以变成说你们 你们刻意在国内供给比较多一点还不外销 没有没有 我们应该国内的 我们的加务占的占比 已经占百分之七十五了 基本上也还是供应国内首需啦 你这个逻辑有点奇怪啊 现在就说因为有很多反对你们涨价 就是因为你们涨价理由是赔钱 那赔钱的原因是什么 你们说蓝料费用更贵 可是人家的质疑就是为什么 台售本身跟你们处境是一样的 要找出原因啊 他们赚钱啊 竟然他们赚钱的时候 他们没有必要提高油价 只有你们要提高油价 所以你们提高油价 等于帮台售赚钱啊 倒过来讲是这样子啊 那你又说国内的油已经供给过剩 那你又说你们大量还是在国内卖 那供给过剩的话 通通卖到海外去不是更好 对对 是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不是我现在是在帮你想设想 你面对想要调涨 因为亏损想要调涨的 你要提出一个合理的论述嘛 对 不然你怎么让大家信服 因为毕竟你是国营事业嘛 对 对你要告诉大家说 我跟台售为什么他赚钱我赔钱 那你不能论述本身互相矛盾 我国内供给过剩 那我国内大部分在国内卖 我卖得让他供给过剩 那我说赔钱 因为目前的情况 国内的那个车辆用数已经差不多 你很专业逻辑你当得很清楚 现在问题是你对外面的论述这是很奇怪 总是被人家修理的嘛 是 那修理你怎么 你怎么好意思提出涨价的意义 因为我们成本里面 我想我也很清楚啦 你用轮汇只占百分之二点五 市场燃料 汽油 那个油品里面是盐油占百分之八十五的盐油 对 你们的成本 如果台售是二点 两趴你们是二点多趴的话 应该差距不大嘛 用轮费用本差距不大嘛 对啊 那剩下的什么运输成本 你要告诉大家 我运输成本为什么比较贵 那我的收入为什么比较少 原因是因为我在国内卖 对 那国内你要是供给过剩 你为什么在国内卖 你中油公司要涨价 拜托 要有完整的 清楚的 有说服力的论述 而不是用打油几仗的方式 那当然挨骂嘛 谢谢 好 谢谢各位